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是太平的做法遭到岛内网民痛批 联合新闻网曾在解放军飞弹飞越上空 该公布还是不公布的报道中指出 4日大陆演讯开始 当日台防部门称监测到解放军发射东风导弹11枚 但当天下午该部门却称 飞弹没有飞越台翻上空 直到一些人看到了日本媒体报道 才知道事情真的发生了 台当局的宣传主轴 就要确保民众对大陆不满 同时又要淡化威胁强度 以免恐慌不愿发布警报 这并不令人惊讶 综合台面报道 解放军开展演讯活动后 CM将原本派驻在东京的记者布雷克 临时调派到台北来报道 布雷克到台北接头走访后程 对台海紧张局势 台湾民众却喊平静 逛街购物的人潮一如往常 餐厅外仍大派长龙 日子一样照过 人们的生活似乎不受影响 看起来不认为中国大陆 可能会发动攻击 7日 多交台美引用了布雷克的话 报道称 台湾人照常过生活 CN记者超惊讶 对布雷克的结论 到内网民嗤之以鼻 想走也走不了 只能听天由命呗 是无奈到不知道 要怕还是不怕 记者如果来台湾常驻 就知道台湾的政客 可比非但可怕多了 有网民嘲讽布雷克 台湾人没按照剧本演出 美国难过了 搞完事了 现在来问你怎么没事 还有网民自嘲 都不知道什么状况 怎么能不平静 那么台湾人真的如此淡定吗 7日 中厅电视台在台北街头 随机访问过路民众 不少民众之言会担心 当然担心会打起来 但若打起来也没办法 怕是一定会怕的 有民众喊话台当局 不要去挑衅大陆啊 还有路过民众感慨 无感 生活还是得过 生活还是要继续了 平常心 7日 中时新闻网看发 危机当前 民进党还在麻醉人民的评论文章 痛批台当局 如今 台海安全风险骤然升高 但到目前为止 除了麻醉时的安定民新汉化 民进党政府指示 以不变应万变 文章指出 或许是民进党执政下的麻醉效应 在全球关注 可能爆发第四次台海危机之际 台湾依然从容 甚至绿美海也与解放军 非但试射草草结束 毫无危机意识可言 而蔡英文只能呼吁对岸理性自治 强调安全部门掌握全盘情势 以安定民新时期 但对于开启两岸对话 降低紧张情势 化解飞机 则是一筹莫展 到目前为止 只看到蔡当局激励人民的战斗意志 却不见改善两岸关系的具体作为 这才是台湾的危机所在